台南当铺业者收到假黄金 就是类似这款金宝银 外表金灿灿的 跟一般黄金饰品没两样 但又喷枪一烧 黑掉了 黑掉 还有那个白色的已经跑过来了 不像纯金与火变的通红 从表面开始发黑 接着就有银白色液体流出 只是这收容时间就得拉长 而这也凑成一般当铺 难以辨别的原因之一 镀得很厚 然后你普通一些火烧的话 会烧的一点点 但是你也没有感觉出来 这个是假的 朱瑞宾常见的喷枪火烧 来辨别黄金针甲之外 还有更简易的方式 发金是丢置在透明玻璃上 从声音的清脆度来辨别 控控控的声音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是很重对不对 它也是假的 纯金声音叫清脆 镀金的因为包含其他金属 发出的声响 相对叫闷 但现在大陆出现一款 山寨黄金 叫做莱河金 一般的火烧检测 已经不适用 那么含金是10克 含银35克 一般的手法 是根本辨别不出来的 科技进步 假金也能做到不怕火炼 甚至躲避仪器检测 现在黄金价格在创新高 17号纯金金市出价 来到了美前 10970元 陆续出现黄金典当变现潮 业者们该如何辨别真假 恐怕得用更精密的仪器来检测 TBS新闻 你帮你用雪岩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